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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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如果我们叫J 經過最新的状况 你觉得你还没跟他当朋友吗 我其实在 那个时候是4月3号的时候 新闻爆出来 然后 我在 第二天的时候 我有传讯息给他 那我讯息其实我也自在 很认真思考我要传什么内容 因为 就是 的确是蛮正经的消息 然后我就传讯息给他 我就说 我打了几个字啊 反正就是勇敢面对 珍惜所爱 然后之后就 很多陆陆续续其他的新闻 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络了 那现在你问的这一题 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但是 因为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我希望他能够先勇敢的面对 他的家人的部分 也是需要他 因为我其实跟耿如没有那么的熟 我是跟姜茜比较熟 因为如果现在是 我自己是妈妈了 然后是关于儿童的 或小孩相关的 他们的权利 我是一定会支持的 但是我本身还没有花太多时间 去了解这个议题里面的 什么什么内容 所以我没办法公开说 比如说我会加入联续或什么 没有人给我邀请 可能Ella 办那个音乐会也没有给我邀请 所以我自己都要去 我现在可能比较隐式的途律在育儿 你现在自己继续被运动 嗯 稍微 努力啦 也没有多积极啦 就是 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说 就是 小孩怎么那么可爱 然后育儿的过程 之前会被一些人恐吓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欸 每天都觉得好幸福 然后就觉得 生一个好像有点太少了 然后就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想要再生第二个 甚至第三个都可以 但我这个言论 当然把小徐下的半死 哈哈哈哈 他要很努力的 这什么 赚钱养家这样 然后但是 当然他也是觉得 如果有也很棒 因为腰果实在是 太可爱了 就是廉价那几天 就保姆也休假那几天 我就想要自己跟他一起睡 刚好那一天呢 就是 呃 腰果爸爸要去扫墓 所以就只有我自己可以 连白天都我顾这样 然后当天下午 我就暈眩了 我自己也吓到 然后真的是天拳地转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所以 从那天开始 我就是这个梦 就先暂缓了 我就是 还是妈妈自己先睡好 妈妈睡饱了 精神足了 就才有好的身体 好的心情 可以去照顾小孩 她怎么知道 她不会讲话 她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听进去这句话 没有任何反应 像妈妈后也变得比较感性 超感性啊 我这个眼角的 不知道泪水还泪油 都没干过 就是 现在比较 情感比较澎湃 心境转变啊 就是变得很 不想上班啊 哈哈哈 经纪人脸像大便一样 其实我本人跟她是没有私交的 就是只有跟着姐姐 可能有时候会一起聚会 所以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就也没有跟焦哥 或者是耿如 有任何做的联系这样 我是觉得 就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吧 其实 有一点社会责任 就是不管我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其实都是被放大检视的 所以要更加的注意跟谨慎 然后如果其实自己身心灵上面 有任何不健康的状况 或者是行为 其实应该要去寻求医疗 或者是身心科的帮助 而不是心存的侥幸的心态 做着违法的事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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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